主要就是說 它可以讓你的程式部分 比較能夠有達到互動的效果 或是說有些問題你可以抽離出來 抽離出來之後另外再給你答案 那這個部分有的時候就是說 可能制定這個韓式 跟那個你執行的那個部分可以拆開來 也就是可以不同的人去撰寫 像我們一般那個韓式庫裡面 都是另外別人寫的 那你只要會引用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你要解決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不用從頭自己撰寫 比如說像什麼那個 攝氏轉 比如攝氏轉華視 那假如說你不想知道那麼多 我只是我想要只要怎麼樣 我丟一個問題 它給我一個回答案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寫成所謂的制定函數 也就是說分開來 以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獨立來看待 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像之前如果你原來的撰寫方式是這樣 就是你可能輸 自己都要知道所有一切 比如說我37度到底華視溫度多少 顯示出來 但是這個撰寫的話 當然第一個我input 請輸入那個攝氏溫度 那它有可能有小數點 所以我用flow轉 轉完之後呢 然後放到一個input的c裡面 ok這個變數 那當然呢 我如果是自己撰寫的話 那我要知道說它的公式 可是未來如果制定函數的話 你可以不用知道 你可以直接引用 像我們前面用過像input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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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其實我已經不用知道拍怎麼來的 反正你引用之後 它會給你結果就好了 類似有這種 函式庫的引用方法 這個用到的還蠻 所以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假如說我要把什麼 把這一題幫我改成什麼 改成制定函數的話 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 這個 我們假設 一樣是這個input 請使用者輸入 那我計算公式 我可以獨立出來 可以另外再寫一個 那個自定函數 也許就df 那我define一個什麼 自定函數 那自定函數的名稱 自己取一下 也許叫c to f 那記得後面加一個小瓜糊給它 ok 那小瓜糊打完之後 你會發現自動會多一個 這個後面加一個冒號 自動會出來 不過這eclips 自動幫你加的 那接下來的話 你就要去思考說 如果說人家要提問題的話 假設這一行 將來可以把它搬到這邊來 ok 然後呢 這邊底下就是很簡單 我就是一個input 然後一個output 中間的這個公式 我可以不用知道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傳東西給他 傳東西給他 他怎麼回應給我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第一個 假如你要傳東西給他的話 請特別注意 就是在這個瓜糊裡面 可以傳參數 那我假設我將來 我這邊把它寫成乾脆 因為其實person的寫法也是格式化一種 或者我把它寫成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好了 點2f 把它寫成format 好了 幾度好了 ok 點format 那format後面的話 假如說我將來會需要什麼 給他一個資料 ok 那這個資料呢 當然 剛剛是直接回傳一個f 所以我假設我希望把它分開來的 比如說我今天我只是問他一個問題 所以我這邊format裡面呢 我直接引用c to f 然後呢小瓜糊 小瓜糊裡面的話呢 我就把什麼呢 把這個他輸入的input c 帶到裡面來 帶到裡面來之後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透過他這個傳遞參數給他 那他怎麼接 一樣嘛 這個地方你可以input c 或者你名稱不一樣 沒關係 你可以取名叫c 他過來叫c 你記得底下這邊也要叫c 也就是說我把使用者輸入的詞 帶給我 然後我丟給他 丟給他之後的話做什麼 幫我把它計算完 計算完之後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可是問題喔 我已經丟給他了 那他要能夠什麼 feedback 就回來給我 回來給我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寫呢 記得底下寫個什麼 return 把那個結果return給我 ok return的話你打個r enter一下 return f 把f return給我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把最後的答案告訴你 反正我們其實主要是要 華視溫度啦 其實說真的有的時候 你也不用知道那麼多 就像某些那個 人家寫好的那一些 韓式庫 到底他怎麼寫 我說你可能不是你想要知道的 比如說像 Python裡面比較強影像辨識 影像辨識 其實你就丟一個圖給他 車牌的圖給他 他可能給你裡面的車牌的字串就好了 至於中間怎麼寫 可能有時候不是 Python工程師關心的問題 丟什麼東西給他 他return什麼東西給你 那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把它寫成一個制定函數 那我就執行看看好了 OK那這樣子的話 完成之後把它執行 那一樣嘛 這邊一樣輸入317 那我另外丟給他嘛 317丟給他 他回來給我就是我的那個 計算完的華視溫度 OK那華視溫度 再丟到這邊做格式化 OK你可以發現 來格式化到小燕第二位 但是這種寫法 如果未來說真的 上面有另外一個人幫你寫好 那程式只有兩行 可是如果說未來你要自己寫的話 可能感覺好像變複雜了 不過前提是說 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件事情可能經常發生 那你做這些 這個制定函數才會有意義 OK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把那個 我們講義裡面的那個 這個把它改一下 就是把它改成那個 有回傳值的一個 這個制定函數範圍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自己稍微 用那個 建一個這個新的module 那裡面很簡單嘛 反正就是請對方 輸入一個攝氏溫度 那那個公式的話實際上就是 攝氏溫度乘上1.8加32 那就是華氏溫度 把它return回來 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那第五類的這個題目 基本上就有點類似像這樣 它就是怎麼樣 請你要把它另外寫一個 這個函式 然後呢丟需要的東西給它 那最後return的結果呢 你要去接收就對了 大概會是這樣子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那個 攝氏轉華氏的練習題 試一下